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老家河南信阳来到浙江同乡以后 他就一直为儿子胡自强张了婚事 虽然好事将近 但是一套婚房却成了一家人难以逾越的卡 这家小卖部是胡大爷老连口唯一的营生 前面柜台做生意 后面的一间屋子用来做饭和休息 胡大爷跟老伴起早贪黑 兢兢业业 但是收入只能勉强支撑日常家务 买房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不可想象的负担 两天前 胡自强的未婚妻 胡小娟来到同乡 婚房的问题 再次成为家人征认的交底 胡大爷跟儿子胡自强之间 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冲突 胡大爷没想到 一桩喜事竟然给家里带来了如此多的变故 更让他意外的是 在这次冲突之后 儿子胡自强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2014年2月13日凌晨3点25分 袁宵姐前夕 一阵急促的铃声 打破了苏州市金亭镇的宁静 一个群众爸 说在他的出租屋外面 听到有人微落的这种呼叫声 我当时我在想是不是有人来打劫还是什么 我过了大概两分钟 我听见有个人都开着门走了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 是金亭太出错教导的人刘俊 现场的惨烈比他想象的有严重的图 刚到这个出租屋的门口 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血腥味 整个就扑面而来 在屋外 一个裸露上身的男子浑身是血 他似乎是从屋里踏到了台阶上 弹阻在那里奄奄一息 当时他还是有微落的这个生命体征的 然后但是就是说跟他交谈这个神志上 已经不是很清晰了 因为只能他就简单的说 救我救我这种发出这种声音 在屋内 民警又发现了另外一名男子 他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三更半夜 两名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子一死一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当时也曾想到 是不是两个人因为喝酒啊 或者因为其他吵架 大家你捅我 我捅你 你打我 我当然因为在以前的接触警察中 也碰到过这种类似情况 从床上那名男子的状态下 他遇害时似乎还在熟睡 没有丝毫的防备 显然 两人互相袭击的推断并不长命 新的推断来自于现场的三张床 屋子内一共有三张单人床 三张床都有人睡过的痕迹 但是只有一张床上没有血迹 民警认为 死者和上者应该是一人睡一张床 在案发前 这个屋子内一定还有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人究竟是谁 民警希望从伤症口中获之一二 但是他的伤势十分严重 几乎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民警只能火速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当事人 所以说我们也很希望这名伤者 他能抢救过来 然后对我们反映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 警方一方面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调查 争取最大程度的欢愿案情 另一方面焦急地等待医院的消息 希望唯一的当事人能够转危为安 哪怕他就是所谓的嫌疑人之一 或者是他就是嫌疑人 那我们也至少能知道一个大概情况 苏州金庭镇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岛屿 这里是太湖上的一个度假圣地 民风淳朴 治安良好 元宵前夕发生这样的残忍弹件 让当地警方压力重重 我们度假区应该是以旅游 以农业为主 那么治安应该相对不错 所以近十年来应该说没有发生过 像命案之类的案件 压力挺大 因为说实话这样的案件 对我从今二十年来讲 也是第一次分岛 民警的等待没有持续多久 不幸的消息就传来了 屋外的伤者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 生命已无法挽回 感觉应该说断了线索 或者是现场唯一能知道 能了解现场的一个途径都没有了 这个血性的现场只有三张床和两个人 那张没有血迹的床究竟是谁睡过 屋内的第三个人又是谁 太湖小岛 两名厨师遭遇飞来横廓 神秘的第三人 牵出复杂的案件 浙江同乡 寻找儿子的胡大爷 又会有一个怎样悲惨的发现 失踪的未婚夫 天王暗幕正在播出 这个袁小姐对于胡大爷而言 注定是一个难熬的节日 侄子莫若妇 但是妇子间的冲突 胡大爷却完全没有想到 小说就是老说 说话你问他一句他就说一句 不问他一句就不说 在此之前 儿子胡自强一直在江苏省苏州市的饭店做厨师 平时老师本分 自食其力 不过他的婚事一直让胡大爷犯愁 这话在这里就是这一头 不外坑 就是单听 或者说不出女朋友 一年前 在亲戚的撮合下 胡自强认识了河南老乡 胡小娟 经过一年的相处 两人的感情渐渐稳定 婚事也被提上了日程 胡小娟就是为此而来 但是胡大爷的小卖部 地方独家是为了 地方狭窄 胡自强便和胡小娟住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家宾馆里 我们的地上 你一直看着你 那怎么在为何里 然而胡大爷却怎么也想不到 两人刚刚在宾馆住了一天 就与双方的家长失去了联系 当胡大爷找到两人入住的宾馆时 前台的服务员告诉他 胡自强上午已经外出 走的时候叫了一百元房费 并嘱咐服务员不用打扫卫生 胡大爷以为婚房的事情还没有谈妥 两个孩子可能因为此前的冲突躲着自己 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失踪 凌晨三点四十分 苏州津平派出所的民警们以案为令展开进落密谷的调查 出租屋里第三人的身份和去向是他们调查的重点 这个出租屋是一个酒楼的厨师长带领两个厨师所租住的这样一个出租屋 而且他们过年没有回事 应该说在案发前一两天肯定是住了三个人 经过这一步确认 屋内和屋外的两名男子就是附近酒楼的厨师 但是另外一名厨师长却不见了宗宗 这名厨师长为何不在现场 他是什么时候厨 他是否跟这起案件有关呢 因为这个时间三个人住在一起 两个一死一伤 实际上另外一人不在 那么我们把这个就是协议点就上升了 就认为他可能就是他这些人 这是我们第一的一个兴奋点 也就是我们感觉另外一三个人又对我们悄悄打开了 此时案情已经读记上报到度假区分局和苏州市公安局 全苏州市的警力高度戒备 在重点路段设卡排场可疑人员 同时通过治安监控系统 警方对津亭镇展开了地毯式的空中搜索和全面监测 寻找那名消失的厨师长 难免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胡自强和胡小轩还是音讯全无 胡大爷有起初的焦虑变得作弊不安 胡大爷再次来到病房 在他的强烈要求下 服务员打开了胡自强和胡小轩住住的房间 房门打开了一瞬 胡大爷见到了这辈子最惨不忍睹的阴幕 一个年轻的女孩浑身是血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跟他说什么我不相信 每天哪个都相信 通乡警方立即介入调查 这名女孩的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 警方确认受害的女孩就是胡大爷要找的胡小轩 而胡自强却去向不明 现场的痕迹显示 嫌疑人作案的手段十分残忍 所以初步断定应该是蛮童盖 踪击被害人头部 然后导致蛮童盖碎裂 然后使者受踪击之后 头部出血这样一个情况 再过十几个小时 就是2月14日 中国的元宵节 西方的情人节 不过胡小轩和胡自强都没有等到这一天 当时也是情人节前西满营来说 我们当时也很奇怪 是到底是因为感情 或者有第三者怎么样一个情况 引发的一个情杀 这样子我们也有考虑过 2月11号 胡自强和胡小轩入住宾馆 13号现场被发现 在这短短的两天时间里 这个房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使得一对情侣 一个香蕉玉蕴 一个下落不明呢 这是金亭镇的实时监控画面 凌晨4点多钟 街道都是空空荡荡的 金亭派出所的监控操作员 陆强盛 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那个从出租房消失的第三人 应该还在岛上 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某个画面中 4点24分 一个穿身色上衣的男子 闯进了陆强盛的视线 他急匆匆地 往太湖大桥的方向走去 速度很快 不时回头观望 我也不能确定 他是不是一定是犯罪嫌疑人 真是觉得就是有可疑 这名男子在马路上忽左忽右 眼看就要上桥的时候 他突然改变了方向 一路奔跑横穿马路 然后躲进了路边的树丛里 发现他就是如果是有车辆经过 他就是往那个里面一直在躲避 然后看到那个车辆 就是走过之后 再回出来再往后面四处装网 看看有没有行人过 那么这样一个人 在这样一个时间段 他在往太湖大桥上下走出去 而且不时地回头 而且看到汽车在躲避 这样的协议是非常大的 太湖大桥是连接金庭镇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如果这名男子通过太湖大桥 离开金庭镇 那么以后又想找到他 无疑是大海包针 从监控观察到的种种表现看 这名男子的疑点直线上升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可能也会是这个第三人 他也尽快离开这个岛 我们作为公安门警士 绝不能放过一点的线索 或者一丝的证据 机会转瞬即逝 金庭派出所教导员刘骏 立即带领民警赶赴太湖大桥 他一面与监控指挥中心沟通 一面在脑子里快速地思考 抓紧计划 如果是凶案嫌疑的话 他有可能就是跳到太湖里面 居心畏罪潜逃或者畏罪自杀 所以我们要防止他的一个 从太湖大桥跳下去 这样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 那么还要防止他的 所谓的抓捕反抗 还要确保我们的民警 跟警府的自身安全 在悄悄跟踪了一段距离之后 民警们以迅为不及延远之事 将这名男子控制住 隐约的灯光当中 我能看到他的里面一件 内衣或者是羊毛身 明显身上是带有一些血迹 随后民警从这名男子身上 搜出了三部手机 和一把败死的匕首 我突然一下子 整个人又提升了一个兴奋程度 因为我觉得 通过这些简单的东西 我至少能 我觉得我能判断出 他是跟我们这个案件 是有关系的 现场消失的第三人 会不会就是这名可疑男子 他是否就是出租屋里的 那名厨师者呢 客一代带刀男子 是否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解宿的客人 为何要夺取两名主人的姓名 共度情人节的恋人 为何最终以命案收场 不同时空的两起案件 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合流 失踪的未婚夫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案发一小时后 金庭警方在泰富大桥上 抓获了一名可疑的带刀男子 出人意料的是 与此同时 他们在苏州市区 找到了出租屋的第三名房客 那个不在现场的厨师长 第三个人 这个厨师长 他当时并没有睡在这个 出租屋里面 他当晚是出去了 经过调查 这名厨师长在案发当晚 一直与女朋友 在苏州市区 没有回过金庭镇 他又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那么 案发现场 那张没有血迹的床 究竟是谁睡过的 原来 出租屋长的室友王杰 有朋友从外地过来 由于房间狭小 他就回了苏州 把自己的床 让给了王杰的朋友 这个出租屋里面 应该是住在三个人的 经过出事长辨认 警方抓获的那名带刀男子 正是王杰的朋友 他是否就是真正的嫌疑人呢 胡大义的儿子胡自强 失联一天后 他的未婚妻胡小娟 被证实在宾馆遇害 在调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后 同乡警方发现 2014年2月11日 晚上20时20分左右 胡小娟跟着胡自强 一起入入案发所在的房间 宾馆楼道中的监控 也看了一下 也没发现其他人员 可疑人员的进入 2月12日 早上7时46分左右 胡自强独自一人 离开了宾馆 他离开宾馆时 在前台叙交了100元的房费 让服务员不要打扫房间 在他离开后 到胡大义到来前 监控录像中 再也没有看到胡小娟 这期间 胡小娟应该一直待在房间里 警方认为 胡自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付钱这个行为 应该说他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就是为了防止宾馆发现 就尽量拖延时间 然后给自己争取一个逃跑的时间 一队正在谈婚论嫁的情侣 为什么会突然分崩离析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 这一切恐怕只有胡自强自己才能回答 然而案发之后 胡自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会逃向何处 金庭警方确认 这名带到的男子 就是出租屋的第三个人 但是面对审讯 这名男子却不愿开口 他只是反复向警方提出一个要求 他又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贩罪嫌疑在心理防线崩溃的一刹那时候 会起到这些样的问题 会提这样的要求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我要找的人 职业的敏感告诉刘俊 这名男子应该和案件有关系 于是警方对这名男子展开了攻心战 不出所料 他很快就交代了 杀害出租屋里的两名厨师 王杰和张伟的犯罪事实 从他的交代上我们得知了 他应该是从外地赶到这边来 当时找就是来找 这个所谓被害人的一个厨师 来找他要钱 据这名男子供述 他和王杰曾经都是 苏州市一家酒店的厨师 两人一起共事过两三年 期间王杰曾经向他借过1200元钱 但是一直没有归还 二月十二日 他再次来金亭镇找王杰 就是想要回自己的1200元钱 但是当晚他提出这个要求时 王杰仍然表示没有钱 多次讨债都没有成功 他十分生气 多年前的往事也浮上心头 在以前共事的时候 王杰经常用言语讥讽他 使他十分难堪 这样的怨气一直埋在心里 无处排挤 他好像本来老师 给老大师 老师说这个 说乱看 这个人不想要说两句 看他人不想要说两句 就这样 好像一句玩笑话 就我们正常来讲 一句玩笑话 可是在对他来讲 可能就一直很 伤他自尊心的话 他一直记在心里 这意外 一个暴力的念头 一直充斥着他的内心 他虽然在厨师长的床上躺下 却没有丝毫睡意 凌晨2点50分左右 看到王杰和张伟都已经睡熟 他便展开了一场残忍的报复行动 睡梦中的王杰没有丝毫防备 而异常的声响 惊醒了另一张床上的照片 张伟 张伟试图弃身制止 没想到他的满腔怒火 又转向了张伟 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 警方认为 嫌疑人交代的犯罪过程 基本属实 但是警方始终对他的犯罪动机 存有疑虑 就在民警准备对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深挖的时候 他们意外地接到了一个跨省电话 案件突然笼上了一层新的遗愿 敏感的神经让一桩喜事演变成命案 愤怒的情绪 让多年的友谊化作仇恨 沉默寡言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新路递程 失踪的未婚夫 天网蓝幕正在播出 在金庭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时 他们意外地接到了一个 从浙江打来的电话 这个电话彻底打乱了 他们此前的审讯计划 电话的那头是同乡市公安局刑警队 他们也表明了身份 而且很开门见识的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杀人嫌疑对象 说这个人应该就在里面 金庭派去住 同乡警方的目标 正是金庭警方抓获的 这名带刀男子 我们认为是这个案件是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 我们这边案件的 他们认为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到这台湾内人作案以后 到我们这边来可能是逃案自首的 但是我们民警也回答他 他说这个人 同名同姓这个人 好像派出所确实有 但是我们派出所 好像也有一期命案 你们同乡警方会不会搞错 经过反复的沟通核实 两地警方最终确认 当前坐在金庭派出所 审讯室的男子 正是涉嫌在同乡市宾馆内 谋害自己未婚妻的胡自强 当时我感觉很奇怪 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按照他们讲的 在浙江同乡杀了人来 那么怎么会 在大概24小时之内 又跑到我们这里来 又连杀两个 什么原因 警方认为 两起案件之间 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胡自强这些极端行为的背后 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原因 这其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胡自强交代 他跟未婚妻福小圈之间 并没有别的矛盾 只是在婚房的问题上 两家人意见不统一 这对两个人的关系 也产生了影响 婚房的事迟迟没能定下来 胡自强认为 女方家庭对婚事的态度 也变得爱慰不清 平日寡言少语的胡自强 内心却对别人的举动 十分敏感 婚房的问题纠缠不清 让他心烦意乱 2月12日早上 在他们入住这家宾馆后 话题又谈到了结婚和买房 跟以前一样 双方的意见还是没能同意 不一样的是 这次双方暴发了 激烈的争吵和肢体冲突 最后导致胡小娟遇害 作案后 胡自强回到他打工的苏州市 并找到了以前的同事 王杰 他说起来要钱 我钱不来 他说起来要钱给我 给我后母的 自己已经犯错了 然后我对不起他们 然后能用要点钱 给他们给件事 钱没有要回来 胡自强的内心 似乎经历了一场极其复杂的变化 有可能会不会是 他在浙江已经杀了他女朋友 他出现了这个厌世 或者是产生了一种极端的一种想法 他觉得杀掉女朋友以后 加万年聚会 就是他有一句话说 就是给我 现在给我一千万都是空的 已经结束了 胡自强先后发现两起命案 不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这让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真的是一点一点都想象不到 因为他从我感觉到 就是蛮老实的一个人 我想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 那一项不爱说话 几乎是所有人对胡自强的印象 那么沉默法言的背后 胡自强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逼成 调查中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 浮出水利 原来胡自强并非胡大爷的亲生儿子 而是胡大爷抱养儿子 小老师跟人家在 比如说看不起我 我取笑我那种 我生气 但我想起最后 那从来 我从来没看过他们 那第一天 看谁啊 就把我认识出去了 那我恨他们 尽管胡大爷夫妇 对胡自强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但是胡自强对自己的身份 还是十分敏感 这也让他从小就十分孤僻 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于是胡自强选择了逃避 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苏州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取笑他的身份 然而他内心的孤僻和敏感 却无法自我逃避 所以他才会把正常的一句话 他会想到很深 他会想到可能是你对我 就是不尊重 或者伤了我自身心 所以造成他 一直会把这种话 会记在心里 所以导致他整个人的 一个心理的不健全 不健康 或者说碰到一些问题 他不知道 也无从去倾诉或者发泄 所以才会导致采取 这样极端的手段 仅仅24小时 胡自强就从一个未婚夫 变成了阶下球 胡自强最终还是 没能逃过警方的抓捕 也没能逃过自己的人生悲剧 像这种婚恋当中 出现买房子也好 出现这种经济上的 这种纠纷也好 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可以通过协商 通过交流 去把这些问题去解决好 自己调解好心态 以基金的心态 来化解处理好那种纠纷 也许这个事情 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不过协商人和领导的 就会发生的理想 都不会发生 那种痕迹 我爱你 我爱你